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讲说猪圈里养的猪啊 猪圈里养的猪永远斗不过野猪 那猪圈里养的猪能干嘛呢 等着挨宰啊 除了被屠宰之外 没有别的归宿啊 你想啊 你把一群猪圈里养的肥猪 越肥越无用啊 把它赶到赛场 请国际顶尖级猪教练来给他们讲技战术 然后的漂漂亮亮每天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给他们发简 请他们出名 给他们配这个母猪好叫 都是不用功 根本的问题在于 一开始要按照肉猪来饲养的 肉猪和这个肉猪之间 也许还能争个高低 对不对 争个交配权什么的 但是和野猪争锋 必定败下这来 所以 战略 战术 技术是第二位的 摆在第一位的是什么 是血性 是霸气 是闻战则喜的斗志 中国男族啊 我觉得我们期待的不应该是一群肥猪吧 我们期待中国男族是一群猛虎 like young tiger from the hills 但是中国男族很遗憾 他们没做到 他们62年从来没有败给过的云南队 居然就败给人家 败给人家 这胜败兵家常识 也不是说 你打败了一定就是你怎么着了 而是他没有斗志 他不拼抢 他那个状态和中国姑娘 一群大嚼鸭子 中国姑娘比起来 你斗志跟女人都没法比啊 所以呢 中国男族顶不起半边天来 这让我们同样 同样我们这些男人都觉得心里边 哎这个心里边这个难受啊 不痛快呀 我见到罗元将军呢 是我军战略家 战略学者 罗元将军 他从军人角度看中国男族 哎呦我看了又眼前一亮 罗元真有水平 讲得好 他说一个军人对国族势力的思考 我这么想 你大年初一中国男族被兵败越南 是兵败越南 全国舆论界一片哗然 恨铁不成钢 泄愤的吐槽的 调侃的 痛定思痛的 有之 献计献策呢 这个鼓励他们 怎么怎么着 有之 他说我作为一个军人 出于军人的职业习惯 我 则以战争的视角 来审视这场足球赛 球场入战场 队员将军说 我反复自己扣问自己 如果这场球赛就是一场战争 对于我们军人来说 有什么启示 球赛还有复赛的可能 还有下次翻身的机会 但战争则是历史的一次性的闪光灯 使用一次就展现一场战争的结局 留给历史的 或许是辉煌 或许是灾难 败了就是败了 败了就得割地赔款 败了就得丧权入国 败了就得家破人亡 没人跟你重塞呀 所以 古人曰兵者国之大事 生死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罗元将军说 如果中国军人也像中国男族那样 赛前弃吞万里如虎 赛场上则是屡战屡败 那么中国军人留给国人的 可能就不只是笑柄了 而可能是灾难 那将是中国军人最大的耻辱和犯罪 因此建议各级指挥员 罗元将军他说建议各级指挥员 认真研究一下 最近国族这场比赛 举一反三 从中悟出了一些胜负的道理来 球场如战场 一场比赛 分战略战术技术三个层次 先说战略 中国男族不能说没有战略 赛前教练组肯定说了一大堆 制定作战计划 或者这样或者那样 或者这样 或者说了一大堆 但他们的设计 罗元将军说 呆板 缺少灵气 不善于施轨道用奇招 他们想干什么 别说内行 外行都看得清楚 瞬息万变 球场风云当中 教练组 那不善于临机变阵的 一旦赛事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特别是对方球员先进球了 完了 我方指挥就明显滞后 俗话说 就让人给打懵了 打懵了 打懵圈了 结果是 一个球刚进完 刷又进一个球 教练现场调度指挥能力 没有了吧 不善于组织 遏制对方的强项 而且呢 也不善于发现对方的弱项 对方有什么弱点 以我方之长期 对方之短 可以吧 新锐力量的投入 也 位置设置 都有在上去 罗元将军说 这些对我军未来战争啊 都是有启示作用的 根据敌情制定方案 排兵布阵 组织协调 分配力量 特别应对被动局面 意外情况 组织最后一击 这都是各级指挥员 在战争之前 必须有所考虑 必须平时有所训练 我特别欣赏罗元将军 原因那个非常重要的一条 就是因为 罗元将军在叫毛主席 战略战术的时候 说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时候 罗元讲得好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 最艰难的时候 告诫全党 我们必须要制定 一条正确的战略方针 要主动的灵活的 有计划的执行 防御中的进攻战 持久战中的速决战 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瞧瞧 沿尔摇洞里 衣衫不整 部队没有统一的装备 醋茶淡饭都算不上 吃洋芋 小米都吃不饱 毛主席沿尔摇洞里 写的这些话 现在想起来 讲得漂亮不漂亮 深刻不深刻 所以我们必须要 在战略上秒是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 这些教会不仅对军事指挥员 而且对所有的竞技教练 竞技项目的教练 都有帮助作用 说了战略 在谈战术 军事术语当中 有一句话叫做 谁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谁就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权 战场主动权和战争的胜利权 是连在一起的 从战场上来看 国族基本上是被动挨打 叫人撵着打 追着打 三条线脱节 中场你提供的球不到位吧 你没办法组织 恰到好处的进攻吧 没机会吧 打起仗来后勤运输线中断 你突击部队再勇猛 也是五米之岁 两个后腰和中位进攻的时候 位置靠得太近了 格局太小了 你根本就没有回血余地 而且防守的时候 距离一拉就太远 又不能相互捕围 好不容易 等我们球员拿着球的时候 对方两三个球员逼上来 围堵 我们就没有球员接应 那持球的球员怎么办 被控制的球 要不然被人接走 或者是盲目地传球往回传 根本无法组织高质量进攻 你说反观对方球员拿球的时候 身边没有我们的球员的去防守 甚至连干扰都没有 对方可以从容不迫地组织 有效地进攻 咱们亚洲球员过去一直有个传统 叫做呢 小快灵 小快灵战术 我们那个看得见吗 丢的一个金光呀 欧洲球员人家的打法叫什么呀 叫硬朗的踢法 霸气的踢法 咱们也没有 所以我们提的没章法 没特色 还有呢 龙小儿我看他听懂足球啊 他说我们那个定位球战术啊 脚球战术啊 几乎形同系射 对对方没有任何威胁 几乎看不到我方 精准有效的穿插 渗透主动 啥都没有 助攻也没有 扬动强攻也没有 底线传中和这个门前的接应配合之间 有机配合 你平时练那套和实战 完全用不上这对我军未来的战争 也很有启示啊 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立足于呢 联合作战 总体系作战的要求 各个作战单元和作战的时机协调 一定要精准 战术训练的 要从南从沿 从实战出发 反复磨炼 以至于每个单兵都能对自己在战斗当中的作用 位置啊 和其他人的配合 那个规则输赖于心 物化于形 你打仗 你花拳绣腿 花拳绣腿 花而不实 那种战术计则有用吗 没有用啊 练为战 而不是练为看 练为看是要死人的 害死人的 战争的胜负 不是由哪位高官 说现在训练 我是最大的官 我在这喜欢哪个 战争的结果 不是由高官的好恶评价决定的 而是用血与火 生与死来研判的 最后说技术吧 有些人批评国足 输球是因为拼的不够狠 大家都说他拼的不够狠 我也说他拼的不够狠 但是罗远认为 这话有失功力 客观说 国足球员呢 大部分还是尽心的 有的拼伤了 有的拼抽筋了 拼麻筋都出来了 但是为什么拼不赢啊 为什么拼不赢啊 气不如人 都说一高人胆大 没有金刚钻 你没法懒刺几活 因为我们球员传球不到位 于是就不敢大胆的 这个传球啊 不敢输送啊 最保险的方法 就回传 总回传的球队 你哪有进球的机会啊 不敢大胆穿插 不敢大胆切入 只是近距离倒脚 来回倒 倒着倒着倒着 倒着就把球倒丢了 缺乏临闷一脚的硬功夫 即便机会来了 好不容易一门脚 飞起一脚 天 踢飞了 因此说一千到一万 基本功最重要 对军人来说 一定要练好基本功 没有基本功 好高不远不行 花拳绣腿不行 新名词把你忽悠了 也不行 扎扎实实练好基本功 特别是 这种一招制敌的独门绝技 战争的时候用得着 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这事非常重要 陆岩将军说 我们现在的足球队 我们这位球员 基本功不咋地 接下来陆岩将军的 关键问题了 国足改革 足球改革 小平同志是这样说的 改革允许失败 允许反复 摸着石头过河 那遇到障碍怎么办呀 摸着石头摸 一个大石头过不去怎么办 迂回啊 拐弯啊 绕弯啊 兜大圈啊 对不对啊 中国足球改革 你是啊 用国外的联赛制 联赛制在中国怎么样 陆岩将军用了个词 叫水土不服啊 你水土不服吗 除了足球变为资本运作的工具 哇 这话得慢点说 除了足球变为资本运作的工具 和高新养的一批 中看不中用的老爷兵以外 这批评够尖锐的 中国足球水平 一年不如一年 一窝不如一窝 一茬不如一茬 我们面对现实 痛定思痛 足球体制 已经到了非改不成的时候 我想砸桌子 但是有好几个人说 你不要拿砸桌子 司马达你砸桌子很讨厌 那你把球踢成这样 你不讨厌 我砸桌子怎么了 我桌子可以不砸 但是我们的足球体制 跟国外学来的联赛制 我们体制可不可以砸一砸呢 改错了可不可以改回来呢 摸着石头过河 你这地方过不去 你绕兜个大碗 能怎么着 我们以前的体制 举国体制 对不对 举国体制 有没有优越性 有啊 什么优越性 全民办体育 各级都是少体教 你看我这样 我这小屁个 我当年左边峰 跑得不快 耐力很足 到后半场 别人没劲 我还枉死的跑 当年在东北兵团 我们那儿 那多少知青啊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五公里 五公里 中场跑吧 我连续两年拿第一 有一年本来是拿第二 但第一的腿抽筋的 这也不来我 是吧 哎呀 好汉不提当年 像中国足球队 现在提成越南都提不过 我跟你说 我把我胡同老刘 老头老太太组织起来 我们上去 最多也就提不过越南 还能咋的 那现在过去 我们全民办体育啊 少体校各级省队 市队县队 都为国家队输送人才 输送大批人才 所以呢 我们的国家队是 宝塔尖上的顶级人才 组成了代表国家的 高水准的团队 现在你知道吗 现在的国家队 知道不知道 现在国家队是 临时凑起来的 好听叫临时组建 其实就是 不能说草胎班子 对不对 那是国家顶级的 那是临时凑的 临时组的 对不对 大赛过后 各自回到俱乐部 秘密在这儿 回到俱乐部干嘛呢 给老板踢球啊 为自己利益赚钱呀 国家队的输赢 对他们个人利益 特别是赚钱的影响不大呀 所以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这个机制不改变 他干嘛要那么拼呢 干嘛要那么讲究呢 干嘛要把这场输赢 看得那么重的 因此罗元将军强烈建议 把取国体制和俱乐部赛制 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足球的制度 国家队应该是代表国家的 国家队是应该代表国家的 在足球领域当中的最高荣誉的象征 应该像军人一样 吃黄粮 那怎么个吃法 长时间集中在一块 同吃同住同训练 彼此熟悉彼此默契 彼此信任 还要有严格的纪律 他们在一起 这样才有可能每天反复演练不同的战法 每天研究不同的假想敌 一遍一遍的组织这一季战术 你没有默契 临时组合 你怎么能打赢吗 他们可以作为特殊的团体 我看罗元将军这个建议不错 他们可以组织一个特殊的团体 就是特殊的参加军律部联赛 但是 他们的参赛不计名词 只是为了演练战法 增加实战经验 国家队经常走出去 经常和外国强队对抗 在对抗中增长见识 取长不短 他还建议军律部联赛的功能 要发生变化 除了现有的市场功能之外 注意 不否认市场功能 你们可以赚钱 但主要功能应该调整为 为国家队发泄和输送人才 作为国家队练兵的磨刀石 国家队应该分一线二线 还有青年队 队内实行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 我插一句话呀 有的人啊 他能不能进队 在什么位置 甚至上场不上场都和钱有关 这样的腐败必须要中纪委 国家监委出面 大力反腐败 你这个还能提球啊 国家队要始终处于比赛状态 和比赛的准备状态 我高度赞同 洛杨将军这些建议 这些建议呢 都是阵容发聩的 总而言之 足球改革 应该向职业化的国家队倾斜 国家队应该是中国足球界的核心 国家队必须是一群虎狼之师 必须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国家队存在 它的目的 不是为了朝前看 不是为了利益再分配 而是为了国家的荣誉 为荣誉而战 这次国足失利呢 罗原说呢 也算是一个好事吧 带给我们太多启示 最大的启示就是 支持而厚勇 但是如果不改变体制 你光支持 三分钟热血完了 对不起 拘有功 转身走人 接下来固态赴盟 那怎么办呀 所以 罗原将军最后的观点是 国足应该向解放军学习 国足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 注入灵魂 注入血性 注入灵活激动的战略战术 应该把每场比赛 都看作是一次战斗 要破釜沉舟的 勇气和背水一战的决心 没有下一次 既希望于下一次 那就意味着把失败 延续到下一次 罗原说 入选国家队 条件只有一个 这个条件 足球界的朋友们听听 站立不站立 他说入选条件 就是似有军人的标准 有灵魂 有本事 有血性 有品德 凡是进入国家队的 目标只有一个 为国家荣誉而战 而国家的荣誉 高于一切 高于升官发财 你想升官发财 对不对 升官发财 另往他处 贪生怕死 误入此门 罗原将军最后 还是把这个落脚点 放到解放军 在这场的中国男足 可耻的失败当中 吸取什么叫军 他认为 解放军 现在也不要沾染 叫叫二气和同袖气 不要耗大喜功 要有自己的拳头部队 要有自己的杀手减战法 对付各种复杂的变局和预案 要有在逆境当中 崛起誓死不详的风骨 要进行更加苛刻的训练 为什么 球场不是战场 战场不允许 不同于球场 球场是允许冠亚军 但是战场上 你死我活 没有选择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